轻松一点的讯息带您来看看基隆的海科馆 虽然因为三级警戒停业到28号 不过馆方人员还是录制了海洋生物喂食秀的影片 让民众观赏 像是有鱼界激动哥之称的烘鱼 每次看到保育员来的好兴奋 整个身体好像要飞出来一样 而在吃到美味的鱼块之后 模样变得十分可爱 保育员俐落地将整条鱼切成大小不一的鱼块 准备开始进行喂食秀 第一位激动哥烘鱼上场 只要看到保育员来 烘鱼激动得整个身体就像要飞出来一样 吃到美味的鱼块后 开心的悠游实在有够kawaii 再来是二号代表调皮香豚 只要吃饭的时间一到 不给他吃就捣蛋 香豚会用嘴巴吸水再吐向保育员 直到食物到嘴才会乖乖听话 用很简单的海洋科普的相关的知识 那把一些海洋展厅里面的一些展像 或者是我们的海洋生物 那我们运用互动的方式 尽量能够把海洋相关的一些知识 跟一些的画面 那能够一向带入到您的家庭中 这里是基隆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虽然因为三级警戒停业到28号 不过管方人员还是用心的录制影片 让民众透过镜头一探就近 看看这群海洋生物可爱的模样 也让大人小孩在家可以增加知识 舒缓疫情期间的压力 记者蔡志恒基隆报道